我们另外一个新市美国华尔街日报 刊登独家访问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说 计划要在明年1月总统大选之后要辞职 吴钊燮指出2024总统大选过后 不论他所属的民进党是胜选或是路败 他都将会辞去外交部长这个职务 他提到自己在这个职位已经将近6年 是一段很长时间 同时他也认为台湾的外交部长 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当的外交部长 但是能够让国际社会比以往都还要更关注台湾 对于这一点他感到相当因以为傲 不过我们回顾这5年多来 其实在吴部长任内有多达7个邦交国 宣布跟中华民国拆了分手断交 这不只让他被在野党很酸是断交部长 也让我们台湾目前只剩下13个朋友邦交国 也是史上最低的记录